有三位美国的众议员和工商界人士组成的这个访问团 有我外交部官员陪同 今天上午8点30分抵达高雄参观南部的经济建设 他们对规模庞大的台湾旅游公司新颖的设备和高度的生产能量很感兴趣 曾经详细的参观了扎片厂的生产过程 众议员们一行先后还参观了高雄港的扩建工程 和加工出口区 对我国经济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